Hello 大家好 我是Ami 今天是12元店的分享 这里找回的全部都是一些实用好用的东西 而每一件产品没有一样是贵过25元的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了 第一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 它是在网上爆红的一个专门拿来做糖心蛋用的一个胶盒 事实上我是买了两个的 有一个我自己是在用的 而这个我就是因为看到有 我就立刻帮我的朋友买定的 因为外面是真的很难买 它一期期的有货的那段时间就会好些 突然之间一停没货就不知道要等多久 这个拿来做糖心蛋的兜兜 它的个人之处就是它是可以用极少的酱油 就可以一次过把四个的鸡蛋浸成糖心蛋 有整个日式糖心蛋的朋友就会知道 每次我们为确保那只鸡蛋 头头尾尾都要浸均匀那些酱油 其实是要用多少酱汁的 以往我自己做就是用玻璃瓶 可能就进几粒下去就去浸 也有朋友教话省一点的就可以用密实袋去浸 让酱油也会平均一点的分布 最初我在网上见这个糖心蛋盒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 这么大个又要找地方放它 我又不是每天都吃糖心蛋 所以当时我觉得它可能是一样无谓的东西 直到我真的看到它的真身的时候 我就真的改观了 因为它其实一点都不大 它真的仅仅四只鸡蛋拍的这么大 也因为是这样所以它才可以做到 省到那些糖心蛋的那些酱料 它那个构造就是这样的 其实一边就是可以放四只鸡蛋 各自每一只鸡蛋有自己的房间 然后它有一条线 那条线就是代表着100cc的一个容量 就是你放那些譬如达斯、豉油、美临那些 你就到这条线就可以了 接着它有一个盖 因为慎防那些鸡蛋 加上那些酱油在里面 那些鸡蛋会浮的 那它又很聪明 它是拿这个有个盖 就针回去轻轻压一下 压一下鸡蛋 不要浮起 那会确保到 它仅仅全部都是那边的 有些酱油就碰着鸡蛋 然后包括顶都会有 然后它就再加上一个密实盖 你只要根据它的指示 去将鸡蛋浸了那个酱油 吸收这个密实盖 就可以拿去冰箱那里冰 然后假一晚 第二天你就会有日式的糖心蛋吃 事实上我就已经是用过的 它的确是work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挺好 再加上它这个盖 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密实盖 所以这个我同意 如果你是都喜欢吃日式的糖心蛋 即使你久不久做都好 它都是绝对值得入手的 你看到它你就买了 12元而已 日式糖心蛋是一样又好吃又简单的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想看 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样调配那个酱油的分量的话 你留言告诉我 我下次做的时候就拍完 和大家分享 第二样都是和做糖心蛋有关的 就是它 这个就是一个用来剥蛋壳的神器 这个我是非常之喜欢它 以往做水煮蛋的时候 令人最傻老的就是剥蛋壳 每次剥蛋壳的时候都会剥到这只蛋一颜一忽 是融融烂烂的 直至遇到它 其实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 就是它这里里面是有一支针的 你只要每次把鸡蛋坐在上面 折下去 针就会在鸡蛋那里 把一个很小的洞 然后你就把这个鸡蛋就像你平时那样 它放到滚水那里去煮它就可以了 当你煮完鸡蛋之后 你就会发现在你剥壳的时候 是变得非常之容易剥 而剥出来的鸡蛋 表面是滑绿绿的 非常之好用 如果你喜欢吃水煮蛋的话 是必买的 它还要好到它的背部是有磁石的 是可以贴在冰箱上面的 变了你也不需要繁稳位去安置它 它最细心到是有得锁的 你锁了它的时候 就不怕有小朋友或者有宠物 按下去会被针刺到 当你每次用 你就教它去安置那边 就可以用到 喜欢吃水煮蛋的朋友 这个真的是必买 一定要有 接着是它 它就是今次买所有东西里面 最贵的了 它是25元的 它是一个拿热东西用的夹 这个夹非常之好用 也是真的很好用 话说我是有用开蒸焗炉的 我每一次蒸完东西 其实很热地拿出来 我都是拿一个碗布 就是把它摺三四层 就很忠目惊心地拿 如是者 其实这件事 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 但是每一次我都是想改善这件事 但是又一直没有想到怎么去改善它 直到那天我就看到有这个夹 当时它这里就说有两种夹法 分别可以是这样的 又或者是倒转 又或者是倒转 是这样的 事实我都不知道它是否可以 不过我打算只不过是25元 我沽扯就买它回来试一下 它解决了一直以来 或者我在蒸焗炉里很热地拿一样东西出来 触目惊心的举动 我在蒸焗炉里拿它出来 这样就已经可以了 非常之稳定实正 它很吃力的 它这个位置 真的很容易拿 它这里就还有一层胶 做到好像防滑防线的 所以在你夹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是很稳定的 我试过 纵使碟里面有些食物 都有一些重量 都不怕的 我这里不是说要用很多力的 那就已经很稳定 可以拿到出来 又不怕说里面有些汁会倒 或者如果你不是用蒸焗炉的 你可能用一个小小的煲去蒸 有些时候里面的碟和煲的边缘 只剩下很多位置 你就不知道 很难才可以拿到碟出来 这个时候你一样可以用它 你就可以在顶上伸下去 这样拿它出来 很好用 很稳定 25元真的没得弹 无懈可极 而且它的底部还有一个锅 就是让你收藏的时候 它不会撑开很压榨 这样就很好摆 我现在就索性把它放在蒸焗炉的旁边 any time蒸完东西就这样 很好用 接着就到它了 这个是一个Made in Japan的一个tray 这个tray官方说是一个多用途的一个container 它可以用来擠文具 甚至可以用来擠食物 是一个万能用的tray 我今次买了两个 而我用它的用途 就不打算用来擠食物或者文具 而我是打算用它来擠鞋 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其实本身我是有用一些石纸盘 烘培用的石纸盘 用来擠鞋 因为每次回家的时候 穿过外出的鞋 我就会在门口放入石纸盘 然后就快点滴去厕所做消毒 因为慎防那些猫猫会捆我的鞋 所以我每次都会有这样的举动 但是因为那些烘培用的石纸盘 很容易烂 所以今次我看到12元店有这个tray就适合了 因为很企理很容易用 所以今次我买了两个 拿来擠鞋回家的时候去做清洁用的 然后就是它 这个是在露营用品那边的 就是一个挂钩来的 但是这个挂钩它是夹着通 另一边箱就可以用来勾一些 譬如是胶袋那些 最初我打算是买它回来 夹着相机下面的脚架那里 尝试看看可不可以用这个位置 去放着一个灯 但是就失败了 但是也不怕的 因为事实上它的用途 是可以用来做一个挂钩 可以勾一些小的胶袋 用来放垃圾那些都可以 只要有任何位置 让它在这边夹着 它这里就是一个挂钩 但是现在暂时未知道怎么用 它的成重量是有500克 我觉得可以用来放一些 轻弱一点的垃圾袋 这个未想到怎么用 因为原有的用途用不了 就是这样 接着有它 这个也是Made in Japan 这个砖是给你出门的时候 或者外出 出去做运动 有些时候 颈链那些要找个地方 放好它 不要被它打击的一个 case 它一包有两个 一个白色一个黑色 用法也是很简单 它是这样 就这样移开它 它一边有这样的勾子 就是可以让你将颈链套在勾子上面 就是这样 将颈链套在勾子上面 就不会打卡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垂下来 如果你的颈链比这个位置 其实不怕 因为它是可以 有个位置可以把它垂出去 也可以 然后就会有个穴 可以把它就是这样 固定它 这样就可以好好处存你的颈链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化妆袋 或者放在哪里都好 就不同 比如有些时候 我们用那些透明的摄袋 去放颈链 就怕会不见 但它就会叫做大小小小 就没那么容易 跌了都不觉 或者不知摄了去哪里 这个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 最后两样 都是我在Timmy的家里 看到它用 我觉得挺好的东西 先说这个 这个是用来打开瓶盖 用来打开瓶盖 那天我在Timmy的家里 我要开一瓶 好像辣椒酱那些盖 有时候很难开 拧着都不知怎样 他就叫我 那里拿一块瓶拧开 我一拿 就拿了一块这样的瓶出来 然后他就说 很容易的 真的 我原本拧着手都红了 然后用了它 真的一吸住 一扭就开了 非常好 然后我立即问他在哪里买的 他说去12元店 然后我那天 其实买这么多东西 我是为了买这一块东西 冲去12元店 这个是真的很好用 而且又是Made in Japan 非常之抵 我经常都会遇到 那些瓶盖扭不开 不知为什么 我连蚝油的盖 又常常都扭不开 辣椒酱的盖 我也是十小都扭不开 以往就常常用橡筋 那些卡住 用布在那里拧来拧去 每次都扭到手 都脱皮 现在有了去 安心了 这个是实践过才买的 还可以用来沾煲 用热的银柄 都可以 所以就是 这里看回它能够 耐热的温度 是可以去到150度 如果你跟我一样 对于开这些盖 都是有障碍的话 这个你见到 一定要买12元 最后一个就是它 这个也是日本製造的 是Timi买完一个 又一个的砧板仔 你见到其实很小 这个砧板Timi对它 是高度评价的 我见它买完一个白色 又买一个黑色 再大一点的尺寸 买完一个又一个 我真的问它 你真的觉得这么好用吗 他说真的很好用 你都要试一下 所以 其实对上 我在他家做萝卜糕 做年糕 那些时候 他都是常常拿这个砧板仔 给我用的 他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首先 都尚算很硬正 他只是12元而已 然后他旁边 还有一个疏水的隔 变了这个隔 有些时候 譬如我们切葱粒 一些番茄仔 你去洗一下水 这个隔 就还可以用来轻轻 一瓶水用 这样 小小块 易清洁打理 入得洗碗碟机 很多时候 只是切小小东西 不需要用到很大块砧板 所以Timi 就非常之喜欢它 这里旁边 它就还有一个孔孔 可以给你平时收藏的时候 可以勾起去 又不浪费 一天在Timi家用完之后 我都心心被他感动了 我都觉得 咦 真的很好 所以我今次去到12元店 我看到他 我都立刻入手一个 回来了 我现在这个 是小尺寸 有一个 再大一点 我见Timi 两个尺寸 都有买 他真的很喜欢 拍到天都黑了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今天这个分享呢 如果你在12元店里 又有些用过觉得很好的东西 记得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又想知道 我怎样用这个糖心蛋盒 去做日式味附糖心蛋的话 一样可以留言 如果多朋友想知道的话 我下次可以拍一条片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得like subscribe 和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